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希望表達環保意識 故事是想反映空氣環境污染 水也有污染 樣子也有污染 導致所有經濟都解體 整個地球一起有事 因為空氣太差 沙得太厲害 人沒有辦法出去戶外活動 未來我們要在天幕下生存 開始 市民請將手節載 降雨時半 政府會開放水壇 直接發授容水給市民 我們一開場有一個聚居地 是說2050年之後 當世界變成之後的人類 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出場的場景叫做聚居地 一個小鎮 我們都是從零搭出來 那個景真的漂亮得不得了 和服裝 你一進去 你真的很容易進入了那個世界 很多年之後 其實他經歷過氣候的一個轉化 而我帶進去的一些想法 就是把一些原油的服裝 再去複製 他們去嘗試把一些廢物 去重用 變成那時候的一些時裝 如果有一顆隕石 掉到地球 然後去生出很大的植物 那個植物可以對抗污染 但同時他的生長又會殺死人 又會危害到大家的居住環境 他的出現就是倒轉的 我一路將所有陸化擴大 將所有的城市一路推倒 我們究竟要殺了外星生物 還是要繼續在這麼壞的空氣之下 去生活呢 我們只可以選擇 就是希望可以去改變那個生物 總部的計劃是摧毀 不是摧毀 是改造 我希望觀眾看完這套戲出來 都會增加多一些環保的概念 你不珍惜地球而已 但你不知道原來 這個宇宙其中一個地方 有一些人 是很喜歡地球 將來叫它 吃別人 吃人 吃貓 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